西安纳学院周一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纽约选民支持在最近通过的州预算中对保市改革做出了改变 此外州长霍楚的绩效评级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西安纳学院于4月18日至21日对806名纽约登记选民进行调查 有67%表示支持保市法修改 只有14%表示反对 不过对于修改保市法是否有助于减少犯罪 32%的人认为会 38%的人认为不会 另有16%认为会增加犯罪 在其他议题方面 绝大多数选民反对花费6亿元 为水牛城比尔队建造新体育场 比例为63%比24% 73%的选民支持暂停征收汽油征销税 16%反对 支持允许餐厅在外卖订单中提供酒精饮料 比例为50%对38% 支持加强环境基础设施的42亿元债券法案 比例为52%对24% 另有24%认为犯罪和公共安全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其次是税收 经济和政府诚实度都只是个位数 此外 现任州长霍楚的绩效评级处于有史以来最低水平 为-21% 如果霍楚在初选获胜 有40%计划在大选中投票给他 45%则表示会投票给其他人 另外 在对经济 通货膨胀 疫情和犯罪率上升的担忧 持续的情况下 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 认为纽约州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案发生至今两周 代理大都会运输署MTA监察长基婷周一表示 当局已对当日站内的摄像头 未能正常运作的原因展开调查 基婷说 MTA监察长办公室OIG 已对当日摄像头未能正常运作的原因展开调查 同时对关键设备的维护和维修计划正在进行审查 而作为法定负责MTA监督的独立机构 这项工作将涵盖OIG管辖范围内的相关指控和担忧 根据OIG政策 在审查完成并通过正常流程公开发布之前 当局不会发表进一步评论 纽约市交通局临时主席西普里亚诺对此表示 枪击事件发生后 MTA与警方密切合作 提供了来自地铁系统的36个视频 其中包括嫌疑人上下车和乘坐巴士的几张图像 他指出 每个车站都安装摄像头 而故障率仅为1% 当局每天都收到来自纽约市警的许多视频请求 并协助辩认和逮捕数百名嫌疑人 他对这个摄像城市感到非常满意 有国会议员上周致信MTA 指出 鉴于今年地铁袭击令人不安且持续上升 他们敦促当局在利用联邦资金来保护地铁系统和乘客方面 增加透明度 纽约一名法官周一裁定对前总统川普没有遵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发出对其公司业务交易调查文件的传票 而对川普处以每天1万美元罚款 曼哈顿最高法院大法官格恩伦周一表示 川普先生 我知道你认真对待你的生意 我也认真对待我的生意 我在此以民事藐视罪判处你每天1万美元罚款 詹乐霞办公室一直对川普组织进行长期调查 他本月较早时要求发出民事藐视法庭令 称川普未能满足法院下达3月31日截止日期前 交出相关文件的要求 詹乐霞于裁决之后在推特上形容 是一场重大胜利 并对他们有利 他们将继续对川普和其组织的金融交易进行调查 因为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川普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川普此前曾抨击詹乐霞的调查 称其为处于政治动机的政治迫害 川普的律师哈巴坚称 他将竭尽全力遵守传票 称川普和他的公司在8年时间里 已交出超过600万份与103个川普实体相关的文件和文书工作 并指调查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布鲁克林·卡纳西移动房屋周日发生大火 导致一名消防员殉职以及一名居民死亡 纽约市代理消防专员卡瓦纳表示 来自170分局的31岁消防员克莱恩 于救火室和另外三名消防员 因部分天花板坍塌而被困 克莱恩伤势过重身亡 据悉大火发生在周日下午1点45分左右 地点位于布鲁克林的卡纳西恩达道和108街的一栋住宅楼宇 约23分钟之后大火迅速升至三级警报 当局出动100多名消防员到场 大火也造成21岁男子李查兹死亡 FDNY表示 与倒塌有关的三名消防员和其他五名消防员 其后在地方医院接受治疗 克莱恩为部门服务了近六年半 卡玛纳形容他的死令人心碎 市长亚当斯称 克莱恩是纽约市失去最勇敢的人之一 克莱恩是今年第二位因公殉职的消防员 同样是170分局 过去三年来第二位因公殉职的消防员 2019年30岁的消防员波拉德 在布鲁克林的米尔盆地大桥坠落近60英尺之后死亡 为了听化 witness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